不一样的分析应该说的是这张图 对吧 然后大家可以看到 咱把上面这几层先关掉 然后你看到这有两层 一层这个算是偏棕色的一个 算是黄色吧 棕黄色的这么一层图层 然后它是柔光对不对 柔光的这个选项 然后这块还有一个蓝色也是柔光 这两层单色的柔光是什么作用呢 咱们可以先看一下 加完以后 加完以后 咱们这么着吧 给这两个编个组 对吧 编个组 这样看得更直观 你看之前之后 之前之后 你去看整个画面里边的色彩的变化 之前之后 是不是有一层绿的感觉 对吧 有一层绿的感觉 其实这块的操作呢 我当时做的时候呢 我的思路是 先加一层黄 然后呢 我觉得这层黄呢有点太偏暖了 同时加了一层蓝 加了一层蓝之后 黄跟蓝叠加什么呢 这就又说到咱们这个公开课讲的内容了 咱们看啊 三原色 不管是从哪种三原色 是这个颜料三原色 还是色光三原色 这个 它里边呢 都有这个红黄蓝 这三颜三种颜色 对吧 或者是黄 青 阳红 咱们不看这色光三原色 因为色光三原色里边 直接就是红蓝绿RGB 对吧 红蓝绿 它就没有重合了 咱们主要看的是这个 你看啊 我加的这层 青和黄 你可以理解为这个 蓝和黄 它叠加是绿 对不对 那这个青和黄叠加也是绿 对不对 青黄叠加得到一种绿色 虽然这是正蓝和正黄得到的绿色 或者正青和正黄得到的绿色 但是呢 咱们这里边这个也是属于是黄色跟蓝色叠加 得到的一种绿色 对不对 你看画面 是不是这个树叶都偏绿了呢 因为原本的照片 如果是这样的话 颜色有点太暗淡 但是我又不想调成那种翠绿 所以我给它加了一层这样的绿色 通过这两个颜色的混合 达成了这种颜色 所以说咱们这个 讲的这种三原色的这个色彩的融合啊 什么这些东西 还是在后期里边是有一些用处的 对不对 然后我们看啊 我们现在看一下 如果我不通过这两个颜色 去达成这种绿 我直接加一层绿色行不行 咱们试一下啊 我直接点一个纯色 对吧 点一个纯色 然后呢 我选一个绿色 咱们就先选上 对吧 然后加成柔光 为什么要柔光呢 这两层啊 你看正常这是这色 对吧 这你 你没法弄 你这这怎么这样 它也是一种非常怪异的颜色 对吧 我比如先放到50% 那我用柔光 你看看 这个50%跟刚才那个就不一样了 对不对 跟正正常嘛 正常是这色 这色是什么时候 什么玩意儿是吧 变成柔光 相对柔和一点 然后呢 咱们再去调整这个颜色 那我这个绿色呢 可能选的是相对来说比较偏冷一点 这种绿色 然后呢 我还会把它的这个颜色 简单 简单 比如说我先选成这种颜色 你看啊 咱们 咱们把这个 这两个图层去给它 来回交替的显示一下啊 你看 之前那俩颜色是这个 对吧 我现在加一个绿色是这样 之前那俩颜色是这个 加一个绿色是这样 那我可以再调整一下看看 有没有更接近一点的颜色 对不对 这样呢 大概齐应该是差不多的 可能还会偏蓝一点 咱们再往上 登一点 上面是蓝嘛 对吧 上面是蓝 就偏蓝一点 我们看啊 这一层应该跟这一层是很接近的了 对吧 我其实单加一个这样的绿色 也可以达到这样的效果 你们仔细看啊 单加一个这样的绿色 也可以达成这样的效果 不如这样吧 我把这两个图层 保存成两个gopg 这样大家看起来呢 会更直观一点啊 然后把这两个gopg拖到一个新建文件夹里 咱看一下啊 你看我现在 你看这儿啊 是左右变换的 对不对 颜色的差别非常的小 只要你找到那种绿色 就是一样的 所以那个同学问我 为什么要做这两层 其实这两层叠加的 就是一层绿色的效果 这回你们应该能明白了 对吧 我如果单做一层绿色 也是可以的 但是由于当时我可能是做的时候思路的一些这个临时的一些思路的创意呀或者什么的啊 当然不能说创意了 就是临时的思路是去做一层黄加一层蓝 然后冷暖碰撞出来的这种绿 但是呢 其实现在看来是直接加一个绿也可以的 但是从